一段時間來 北京的這個經濟社會 是受到了這個 內外的商重的 這樣一種那個壓力 就是貿易戰如果開打的話 那就是那個外來的壓力 給北京會非常大 又引發內在的這個壓力 那麼內外的這種壓力 讓這個執政政府 他的這個承受能力 就是受到了很大的這個挑戰 所以他率先先解決外部的壓力 如果能夠把貿易 這個跟美國的這種貿易摩擦 能夠談妥的話 他外部的壓力就會減弱很多 那麼對國內情況來說 雖然國內的形勢非常嚴峻 那個但是就這個 中共的這個體制來說 他對國內是可控的 是益控的 是能夠掌控的 所以那個貿易戰 指戰首先對這個中國的執政 它是有利的 這是一個 那麼從那個內部經濟情況來看 2018年的整體數據好像似乎是不差 那個達到了原來的預定的這個 這個6.6%的貿易增長 那個是GDP增長 那麼它的這個貿易增長 是比2018年比17年是增長了9.7% 看上去是不錯 但是如果說到後幾個月 尤其是12月份 那麼的數據統計 就12月份的貿易出口 那個出口增長率 比11月份的百分 從3.9% 一下子降到負4.4% 那個這個是那個降幅很大 還有一個呢 就是同比的12月份的進口 那個它的這個下降的幅度就更大 從原來的百分之增長率的2.9% 下降到負7.9% 那個這個那個那個進口量 進口量那個負數增長緩慢呢 就說明就是內國內的這個生產的需求 就是在減弱 那麼包括那個GDP增長 2018年它達到了這個原來的預期 6.6%的這個增長 但是從季度來看 第一季度是6.8% 第二季度是6.7% 第三季度是6.5% 第四季度是6.4% 就在在不斷的下滑當中 那可能1月份的這個精力 能那個採購指數也在進一步下滑 那麼另外從日本的這個 有些指數我們可以看到 日本11月份這個中國對日本的機械的這個進口啊 下降了67% 下降了六成多 就說明這個這種那個生產需求在下降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中國的經濟如果不好對日本影響會很大 那個尤其是華為 華為2018年向這個日本進口了大概400多億的電子的零部件 所以華為如果倒下那個受審的不僅是中國經濟 日本的這個很多企業也會受審 那麼這樣的這個狀況呢 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那麼如果說中國開放市場 那個或者說貿易戰不管你打或者不打 中國的內部的經濟形勢都會是很嚴峻 但是有一點就是北京寄希望以它的可控性